HELLO 大家好,我是魚氏游泳程教練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個勵志再加上有決心學游泳的故事 但是這當中也包含著有縮嘴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我們的頻道你希望看到的就是說 只有游泳的技術相關的分享 那你可以跳到別的影片去看沒關係 請你馬上就可以離開 但是如果你也希望看得到就是說有關於教練的服務跟學生 他如何下定決心 然後重新再學一次游泳 然後有關於教練的服務品質方面你也想要多了解的話 你就應該留在這個影片看到最後 首先我們要講到的是我們的女主角Amy 她本身是在台中 然後她也同意我們把她的這個影片跟她的故事說出來給大家聽 那她的發生地點就是在台中 她後來是找我們楊燕朗楊教練上了10堂課 但是她前面有找另外一個教練 也就是上林教練去上她的20堂課 她總共買了20堂的課跟另外一個女生買了20堂的課 然後她的學習效果她覺得不滿意 所以她後來才會另外找楊燕朗教練來學 我們先來看一下她這20堂課學完之後的游泳情況是怎麼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文字是楊燕朗教練對她動作的評語 那她的回復動作不好 所以說她的下半身會比較沉 然後她的手還蠻用力的 身體的旋轉也很大 但是因為她扭轉的不自然啊 所以她的耗氧量高 然後換氣的動作也還在持續的 就是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說她沒有辦法遊玩25公尺 OK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直接給你看的是 經過燕朗教練10堂課有耐心的指導之後 她的動作上的改變 而且你看她20堂課之後 她還是遊不完25公尺 這應該是很基礎 我們都希望學生至少你10堂課可以遊玩25公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吧 但是她學了20堂課卻沒有做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那問題是我們先來看看燕朗教練 在10堂課的指導之後 她得到的結果是怎麼樣子 這是燕朗教練在上課的時候幫她 讓她帶著呼吸管去練習 你可以看得到其實她的身體穩定性已經調整得很好了 所以你看她換手也是沒有很急 然後身體旋轉也已經蠻不錯的 打水沒有很用力吧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這個是在練習二拍打水的部分 利用寬部的旋轉去感受你的二拍打水的動作 然後這個是協調你的入水的手跟你的二拍打水動作 會比較像剪刀腳 這個動作就很不錯 然後你看她10堂課之後上完應該蠻開心 畢竟我游得完25公尺了 你看她這樣子游起來就很輕鬆 而且二拍打水也很乾淨 OK OK 換得到氣 換得到氣 所以你看她前後的平衡調整得比較好 所以她換氣也沒有很急 因為她已經慢慢的可以開始往前飄了 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可以用很輕鬆的動作完成的時候 你就可以緊接著去練習你的50公尺 100公尺能不能照著相同的動作標準去游泳 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看其實她游到後面也沒有越來越快的感覺 OK 所以各位可以猜猜看她花了20堂課的時間 另外她還自己去泳池練習 她這樣子的話給你各位猜猜看她花了多少錢 簡單講A是1萬多 B是2萬多 C是3萬多 B是4萬多 B是4萬多 各位可以花個5秒鐘思考看看 猜猜看 反正猜錯又沒有懲罰嘛 對不對 OK 我直接告訴各位答案 她花了20坦克她花了36000元 她個人花了36000元再學一個也沒有辦法讓她游到25公尺的游泳 所以說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講說燕狼教練她花了10堂課耐心的指導就可以讓她很輕鬆的游到25公尺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教練沒有啊她前面搞不好前面教練也幫她打了很多的基礎所以她才有辦法做得到 可是說真的你看她的動作然後你告訴我說教練這樣子幫她打了很多的基礎其實我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我們常常可以知道有些教練他就是讓學生戴著水中耳機 教練本身都不下水然後只告訴你說你應該要怎麼做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說真的一開始的支持就是說教練下水抓著你的手或是告訴你的腳要怎麼踢那個才是很重要 畢竟你包括示範教練也要在水中示範你才可以讓學生了解到真正的游泳應該是怎麼樣 而不是說我嘴巴很會說說真的我成教練也是一個很會嘴的人 所以可是你說要我10堂課都不下水教讓學生學會我相信我應該是有幾層的把握 但是每個學生你都這樣子做而且當你看到學生的學習效果不佳的時候 你還可以叫他再買10堂課然後還是教不會我就覺得這個教練相當的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各位同學你一定要認清楚 不是說教練每天在網路上面講說我從小就是游泳選手或是我怎麼樣怎麼樣我游的有多快 就表示說這個教練是適合你的你要找到適合的教練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跑出來講這個影片呢 因為這個東西這個是我以前看的一本書叫做你的服務敢不敢的上你的品牌 因為說真的你可以花很多的錢去買廣告 但是問題是你買到廣告的時候你的名聲出來的時候 例如說上年教練就一直常常在講說他全省各地都有教學點 所以他都可以去教學 可是問題是你每個地方都有教學點你教完你的學生是不是在10堂課之後他就變成游泳的孤兒了呢 所以當你相信廣告的話你不如相信時機 例如說像我們羊岩狼羊教練他的團練影片你每次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團練影片都有十幾二十個學生參加團練 那為什麼這些學生會這麼認真的參加團練 當然一部分是羊岩狼羊教練的特質 他是一個很有耐心而且很耐死的一個教練他講話不吻不活的 所以他不會讓你覺得說我今天就是一個教練當你我教不會你的時候我就啪啪啪啪一直罵你這樣子的教練 羊岩狼教練不是 所以說他的學生就會覺得說跟著他是有學到東西 而且他是很耐心的在做他真正的收穫服務 這樣子你的所有的學習才能夠扎實的進到你的身體裡面去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明天是1月24號 明天是我們2019年第一次的線下的教育訓練 就是我們所有的魚式游泳的教練都會到台北的泳池去 然後新加坡的教練也飛到台灣來對我們做實地的教育訓練 這個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這個是魚式游泳跟其他的游泳教學機構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我們不是閉門召居說我們幾個教練商討一下說 我們要教什麼學什麼等等的 而是魚式游泳是一個真正所謂全球化的一個教育機構 雖然他是一個很小的游泳教育機構 但是畢竟全世界各地都有教練 所以每個教練把自己的經驗集合起來之後 每一年或是兩年我們會開一次我們的訓練的 就是他們所有全部教練集合在一起 尤其是大師級教練會聚集在一起 做他們的技術探討之後 再分散到各地去做每個教練的教育訓練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跟其他教練最大的不同 所以之前我有一個影片是講到有關於說 魚式游泳的教練為什麼那麼難產生 其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因為教練的特質 能夠真正留下來的教練都是 他的心態必須是比較正確的 願意為魚式游泳這整個體系去付出 而不是說每個人都只想從魚式游泳裡面拿東西出來 成為自己的東西 所以魚式游泳的教練這麼難產生也是一個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我們講到有關於 教練的品格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樣的影片還是對你有所幫助 然後你願意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其他的朋友看 免得他們受到不時廣告的影響的話 那你就把我的頻道分享給他們 也請他們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後面像明天的教育訓練的話 我盡量把他整個完整的剪輯拍下來 一部分當然是我們將來的學就是我們的教練可以看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會把一些比較精華的部分剪輯出來 也分享給我們所有頻道裡面的朋友 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教育訓練是怎麼做的 OK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魚式游泳的教練或是他們教學的內容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FB去訂閱我們的魚式游泳的粉絲頁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掰掰